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深夜到康泰旅行团被劫持事件的现场了解情况 并且召开了记者会为警方的营救行动辩护 阿基诺三世说这次事件以悲剧告中 有八名无辜的平民丧生让人失望 阿基诺又为警方营救人质的行动辩护 他说由于枪手曾经释放了部分人质 当局最初相信枪手会投降 但是情况极后恶化 他说会调查原因 他又批评媒体全程直播挟持人质事件 让枪手洞悉了警方的部署 警方表示在挟持事件的最后时刻 枪手以人质做人肉盾牌 狙击手最终将枪手击毙